三国四大毛氏 三国局势起着推波重蓝的作用 那么在三国里的众多谋士中 谁能称得上第一呢 诸葛亮自然是不用说 一直是三国的智谋担当 照现在说就是一个 来看凤楚彭统 水晋先生曾说过 沃隆凤楚得其一则得天下 势必之战时 彭统必乱于江东被罗俗推荐给周瑜 入草营献连环祭 帮助周瑜火攻曹桃 周瑜死后 鲁肃把庞统推荐给刘备 却因为相貌问题被冷落 无奈之下改投刘备 刘备刚开始也是小瞧他 只让他做过县官 当真才实干写露时 刘备便开始对庞统大为器重 任命他为至中从事 亲密程度亚于诸葛亮 后庞统和诸葛亮 同为军师中郎将 本来是大好前途 可惜心胸小 在宫 打宫落成时害怕诸葛亮争功 禁制落凤托 中章任埋伏 被乱箭射死 直立与诸葛亮相同 这一点看来 刘备认为 他有与诸葛亮相当的学识与智慧 所以若论排名的话 庞统居于诸葛亮之后 总裤司马懿 三国里最成功的一位人物 位属无争霸 多年未分胜负 最后却都败在司马懿手里 司马懿善谋其策 多次征伐有功 其中最显著的功绩 是两次率大军成功抵御 诸葛亮北伐和远征平定辽东 对阵武藏元 《空城记》都是我们所熟知的故事 司马懿虽然有实力与诸葛亮相抗衡 但是生性不疑 《空城记》诸葛亮正是利用了他这个缺点 但是论志谋的话 也算得上是三国里的顶尖人物 排名第三 看一下鬼才郭家 郭家起先跟随袁绍 后来投奔曹操为其出谋划策 曹操攻打吕布之时 由于战役持续半年之久 曹操见士兵疲惫 准备放弃 郭家以向羽为力劝谏曹操 提出有勇无谋者 恶气衰力劫之时 便不久于拜王的观点 劝曹操急功 曹操一计而行 最终勤得吕布 郭家开始成为曹操的得力助手 郭家善于审夺时事 顾全大局的基础上 做出最有力的判断 在郭家的建议下 曹操放弃攻打袁绍 而是先对付刘备 结果大破刘备 不仅俘虏了刘备的妻子 勤了关羽 关渡之战后 郭家预测孙策会死于刺客之手 后来果然应验 这使得郭家的名声更加的大 曹操也更加器重他 曹操根据郭家的计策 终于彻底平定北方 统一整个黄河流域以北地区 只可惜天度英才 不久后 年纪轻轻的郭家患病去世 民间有这样一句谚语 郭家不死不农不出 意思说郭家在世 诸葛亮尚且不敢与他争夺天下 只有在他死后才敢出山 尚且不管郭家是否有这个本领 能与诸葛亮相别 通过这句话就可以看出 郭家是曹操的第一谋师是无疑的 但是郭家应言早逝 建功立业 流传事迹又不是很多 所以郭家与另外三人相比的话 只能是位于最末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